2018年父亲离开的时候 您还记得他给您留下什么吗 他最后的一段时间 在床上已经很难讲 讲什么话 他就要求我们拿一些词 代替他的说话 有一句是最后的话 他这里写了 每逢拜六晚 全家将回住家 做全家聚会 以表亲情自判 父亲到最后 他都非常重视家庭和谐 这个也是对我们下一代的教育 现在您还有什么计划吗 在做哪些项目 2010年的时候 父亲就决定 把家族这个基金会 要交给社会了 交给了社会 他要我们家人 还是继续来参与 按照他的一些思想 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就是摆在那边 还有我们所做的工作 让教育可以 能够结合世界的文明 让我们的校长 老师可以走出去 让他们开眼界 让有最先进的一些教育的理念 可以带进学校 让我们的孩子 在学校里面得到好的教育 您是真正读懂了父亲 而且能够把田先生这份心愿 继续让他延续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